印度大选不出意外还是莫迪 但问题也随之而来 大家好 我是马超 本期节目的话题我们来说一说印度大选 那么从4月中下旬开始到6月初 印度大选终于是落下了帷幕 不出意外 今年莫迪带领的印人党 以大优势票数获胜 印度相当于是议会下院的人民院 一共有543个席位 印人党就拿下了超过300席 那么超过了60%的占比 可以说是一场巨大的胜利 那么按照印度的制度 拿下人民院的党派将有资格组建内阁 所以这场胜利也相当于是莫迪的胜利 那为什么我们今天要聊这个话题呢 是因为这次的大选 意味着莫迪成为了印度历史上 第二个连续三次上位的印度总理 上一个完成这项成就的人 他叫尼赫鲁 而在过去整整一年多的时间里面 新德里政府内部一直在做着同一件事情 那就是诋毁尼赫鲁 将印度现在面临的一切国际战略的困境 归结于尼赫鲁 这件事情其实是一个非常具有政治隐喻的手段 最为直观的一点 就是否定尼赫鲁的政治成绩 区别自己和尼赫鲁的国际战略 为自己亲西方疏远曾经不结盟运动的国策 提供立场和理由 而另外一点就是否认历史 不承认当年中印冲突的结果 进一步来说 就是在未来配合美国和中国爆发冲突 起一个舆论效果 这样的一个人继续待在印度政坛 可以说是让人不寒而栗 当然了 这次大选 莫迪继续待在位置上 其实也有自己的问题 莫迪要稳住帮自己上位的三张牌 这是他要做的第一要务 第一张就是宗教牌 第二张经济牌 第三张民粹牌 宗教牌方面我们聊印度的时候已经说过很多了 莫迪一方面为了强化中央集权 扶持印度教 一方面是稳定地方分裂形象 大肆的推广印度教 多次纵容默许单方面的宗教屠杀 这在很大程度上 也带来了更为极端的宗教冲突和矛盾 在对方被完全杀光之前 这是不会停止的 这对社会的稳定治安环境来说 可以说是灾难性的 那么经济牌方面 莫迪在任期间 GDP是在提高的 甚至是超越了英国 成为了全球第五大经济体 并且意识到了工业化的问题 但是在工业化方面的政策 却并不如意 一直强推印度制造 大搞歧视性贸易政策 但是结果却带来了进一步的贫富差距 莫迪一系的市场垄断化非常的严重 民粹牌就非常的直接了 针对中国的舆论渲染 是从始至终没有停过 加上西方媒体的故意配合 印度极端民粹的反华倾向就非常非常的高了 如果说更换不同的领导人上台 那可能还会有意的限制一下这股倾向 降低政策 转向阻力 可是 莫迪在台上 就意味着 这股力量会继续的为莫迪所用 一时半会儿看不出威胁 但是时间依旧伟大不掉 真正的问题才会彻底的爆发出来 好了 本期节目的话题 我们就讨论到这里 对印度未来的发展趋势 大家有什么看法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喜欢本期节目的朋友 记得点赞转发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